歡迎大家收看話題大膽聊線上版的第二集的節目 我們終於來到第二集 今天依然是邀請到了我同場的主持人 Steven 今天也邀請到的是韭太科技籃球隊的李漢森 漢森來跟大家觀眾朋友打個道路 朋友大家好 我是韭太科技的漢森 另外就是我們韭太科技的高射手吳小錦 哈囉大家好 我是韭太科技的吳小錦 那今天也很高興兩位是剛從亞洲杯之格賽征戰回來 那先請兩位聊一聊亞洲杯之格賽在國家隊的初體驗好了 初體驗嘛 因為就是第一次入選國家隊嘛 從在台灣訓練都來自不同的球隊都是精英嘛 然後包括教練團就是比較大家熟悉的一些龍哥啊 帕克 然後寶兒哥 然後浩仔哥 就是比較有經驗豐富的教練團在帶領我們 現在去到菲律賓比賽就是從第一場大比分的落後 到第二場第三場的分數都實現的就是在縮減 跟教練團的磨合有慢慢的達成一個好的團隊的共識這樣 我叫我自己啊 我是很興奮啊 第一次入選國家隊這樣 我就是小時候也是妄想著有出國的夢想嘛 披著台灣的國旗然後出國為國爭光這樣 講一下這次亞洲盃是因為我們 秋元年齡都偏年輕啦 我們訓練時間又不長 此次天移 能要我們做出什麼也是有限的啦 可是我們這三場我們也是一場一場慢慢在進步 彼此默契打到磨合這樣 所以如果未來還有機會還是要 持續在一起訓練啦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那我想問一下兩位就是對於這次亞洲盃資格賽啊 你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 因為第一場比賽看得出來你們好像還有一點沒有找到節奏 但其實第二場跟第三場比賽整個突破性就非常不一樣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較深刻的一場我覺得應該是對日本 就是從第一場大比分的落後然後又到日本 就短短的二二四小時內你要打兩場球賽 然後又碰上日本比較完整的球員出賽的狀況 在場上打起來就是蠻感覺到防守強度 教練給他們的一些系統的策略啊執行 他們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在針對我們像第一場我們亞軒得二十幾分 把我們壓制的分數很低 像亞軒第二場就得到四分啦 他們針對性的這方面我覺得 就是以前都在電視前面看然後親身經歷之後 你會說他們的策略然後他們的針對性 然後包括他們的強度 原來是在這邊 所以雖然是前兩節還有拉住 你看第三節第四節我們就開始崩盤 就是在體力上執行上面 他們都做得比我們來得更好一點 細節吧我覺得 他們的默契是來自於 長久時間來的配合這樣 細節上的東西都做得比我們好 不管他們身材高大 比我們高速力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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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們做的動作 比我們乾淨得多 然後比我們高大拳 然後做得比我們愛小拳人動作 更來得俐落 然後速度更快這樣 我覺得日本跟中國都是一樣這樣 你不要看中國這麼高大 可是他們體型 體態跟速度都是 我覺得 我們需要學習的這樣 整個亞洲盃啊 因為其實這次的隊伍組成 真的非常非常年輕 所以其實 有一些球迷 他們根本都不知道 你們這批球員 到底可以打了什麼狀況 我相信你們自己可能 也有這樣的想法 那你們自己有沒有對哪個隊友 要上場就是 喔他居然可以打得這麼好 就是感到很驚訝 有吧 我覺得是來日健行的兩個UBA好手 就是亞軒跟古毛維佳 他們兩個滿給我經驗 因為畢竟他們沒有打過一場職業賽 他們只是大專身的一個 可以在一個那麼大場面 這麼大張力的球賽的局限範圍 去發出他們最大的價值 無謂去場上 人家跟他對抗 他們兩個滿意外的 因為像亞軒第一場大爆發 這應該是外界沒有人敢去想像的 因為 以年紀上面 他們兩個應該算最小的 對所以他們兩個 在這場表現 比較跌破我們大家的眼睛 老吳吧 因為他其實才大我們一歲 二十七歲這樣 可是他打球的那個 老練程度就是 這樣很像三十幾歲在打球這樣 然後 所以才叫老吳 我覺得 外表幹起來也像 不管是 控球 還是組織方面 集體談話 我覺得他是 真的有大家 大哥的風範這樣 因為你們第一場 其實有點 感覺被打得措手不及 輸很多 你們後來回去 或什麼之類的 龍哥啊 或者是教練們 他們給你們怎樣的一些 鼓勵跟 因為從一開始在組隊 組得很臨時的狀況 在訓練的時候 龍哥就一直 亂灌輸我們 這次的出去 可能會是一個大比分的落後 因為畢竟 我們那時候從SBO打完 我們就疫情就爆發 我們等一下 要開始組訓了嘛 然後後面就取消 又修了兩三個禮拜 又開始組訓 整個比賽的節奏 各方面整體的狀況 都沒有調整到最好 尤其又是臨時組成大家 去比賽 肯定狀況都不會太好 對啊所以 你說第一場這樣 我覺得也不會太大意外 畢竟我們比賽的節奏 已經都完整小時 體態各方面 又碰上這麼高大的選手 尤其我們又沒有在那麼 有內線資源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 這也是在我們的預想之中 然後龍哥 每場都跟我們說 我們一定會被電 我直接 反正他就說 100分以上 算我們的 100分以內算他的 他只要我們從這三場當中去找尋 未來我們對中國或是日本 一些我們攻略的地方這樣 所以他賽後也跟我們講說 沒事啊 就是我們的歷練啊 他也明擺說 我們一定會被電啊 他說我們從這 數50幾分 數30幾分當中 我們學到什麼東西這樣 哪些是我們可以再下次補強補盡的 我先不論對方對我們的印象如何 其實包含中國跟日本 其實有些球員他們都還算蠻有名氣的 你們自己有印象比較深刻的對手嗎 中國的話應該就是 趙基偉 沒有啊 這麼快要進這一題啦 這麼快啊 我先講完 因為之前有在打球 他的球風我覺得是我可以去學習的 我在看CBA的比賽我都會特地的看 遼寧隊跟看他整個在場上的一個 控制節奏一個能力 所以我看大陸的球賽 CBA都會特別去關注他 然後這次有機會在亞洲杯跟他對決到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榮幸 因為畢竟他的組織能力 跟他的外線的把握度 我覺得是在CBA肯定是一線球員 所以能在這次亞洲杯對決他 我覺得是還不錯啊 雖然有跟他一點 對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良性競爭 我覺得在場上 你不能再把他當做一個 學習的隊長跟 上場就是乳戰場 就是要拿出你最好的武器來跟他打 你當你的 你被欺負了 你肯定要打回來 因為你忽然一直被愛打 對阿 這個就是我打球的一個思維 就是你不在場上不能被欺負 對因為趙基偉在中國 其實是 他是一個脾氣被火爆的球員 那我們想要了解一下 因為其實他後來也沒有講 你跟他在第三場的最後那個 到底發表的事情 可以讓趙基偉這麼火嗎 在比賽的途中啦 我們可能有一些球員 就一直弄對方的高個子 然後記得是少福吧 都知道 不是你 都知道就開始有一點 有點在場上謾罵 你在幹嘛 就是在罵我們 跟趙基偉在場上 可以有開始身體後面的接觸 開始越來越多 大家都不想輸 我們很想比分拉近 所以我們會更專注在場上 就開始會有那種競爭的心態 他弄我 我肯定要想把他弄回去 對啊 所以 動作可能不是那麼明顯 可是我覺得力道夠就可以 有得到他 就是我覺得 場上是要用腦袋打球 你怎麼去有得力的方式 去站上滑球線或是得分 我覺得這是有利弊的 因為畢竟如果這是兩分差 肯定我們贏球技術比我很大 所以那一球其實是累積出來的 不完全是那個play 前一個play他把我推倒 還怕沒有吹 可是他就突破 所以就 給他一點 身體堅持這樣 因為其實那個動作 真的沒有很明顯 因為我看官方 replay好幾次 我們都不太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就偷偷的拿一下 然後他就 不知道就這麼生氣 我們一度以為你使出了大絕招 但是沒有看到 對啊 你應該轉一下 邱哥一直說你沒有轉 你必須點心 我沒有聲明多期待 你知道嗎 你常常變民族英雄 真的 他後來不是有回頭 然後衝到那個 凡爾縣附近 一直對著你喊 他是在跟你講什麼 我其實本來也要 跟他做一點抗騰 就是要回答話 他就說你這樣是打 是要想要XX是不是 他直接講這麼明白 他就說你這樣打 是要打架是不是 然後開始陸續續 兩個隊友 我本來是要跟 道具也開始有點 對話 很假的 然後後面他們兩個隊友來了 沒人幫我 我只好舉手先 連戲都太小了 沒有人要綁我 我先跑了 喔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 手舉起來 對 對 對 所以我至少 得力啦 我至少有把他的情緒帶上來 後面就技術犯規 我們至少得力嘛 然後他們是說打架 我只能舉手 他敢動我他就肯定要出場 或是可能被禁止來 只有亞洲杯 我後面其實分差也沒有到很關鍵 所以我就不想要做多餘的動作這樣 不錯不錯不錯 真的有偷那個打球 沒有沒有沒有 非常清楚是要做什麼 民主英雄 民主英雄 對啊 而且最後過去之後被推了 也不是他 謝謝亞洲 我來跟你講就是說 欸那個推了其實是我 我不敢 他可以突破賺個一兩分 去罰球的 我說你要不要跟我吃飯 可以喔可以喔 你知道韭菜都不來幫忙 你說其他人就算了 韭菜都不來幫忙 不是 我是跟鑑翔被球打到 我問你幹嘛 因為我們後面私底下在聊 鑑翔也蒙掉 鑑翔也不知道要幹嘛 他這怎麼突然砸他 他最可憐 他切物之後在空中 他就直接 李日線就直接斷了 一聽到哨音 他李日線就斷了吧 那在上一季球賽啊 韭菜柯麗有跟兩位洋將配合過 就是刀神跟後來的JC 比較不同的面向大概在什麼地方 JC來吃我球權啊 那我倒 小晴你覺得巴巴西如何 然後他可能晚上六點多才吃一次飯 好 要持續一個練 對然後那時候他剛好那個月是在 我們亞洲備戰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都沒吃飯 他還跟著我們去那間 他是跑了 漢森對班爸有什麼話想說嗎 這種事情就是球場上解決嘛 大家要說我只國內才敢做一些動作 國際賽一樣 場上就是場上啊 你最近有被哪個老將在場上處理過嗎 呃